惊!陈子强离婚三年惊喜预告再婚。增心兔表示受过伤不敢再想结直到遇见了他。两人超配。 一人陈子强当年与女星傅天颖的离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最近傅天颖更传出离婚后近三年没通稿,跑去当按摩学徒,最近又付出荧光幕。 对于前期付出的消息,陈子强也大方地说,他付出很辱服他,但是只希望不要扯到小孩。 他也无奈到初离婚后抚养孩子的真相,当初离婚时我们每人共同负担孩子两万元生活费,我在苦也想办法凑着钱给他,很多人包括家人骂我为何不把孩子要回来。 我自己是同性出身,当年一天到晚搬家,根本没朋友,不希望我的儿子也走上这条路,也不希望切断他们母子情,才会让孩子跟着他,至少儿子能在固定的地方生活学习,不会换来换去。 而他多年来也默默做公益,领养了很多非洲儿童,陈子强坦言和釜天勇这段破碎的婚姻让他承受很大的伤害,更说,受过伤不敢想败婚。 不过他这次却难得预告,在婚念头,让大家又惊又喜。 陈子强离婚后和舞蹈老师陈以仁低调交往,他表示,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平平稳稳更大赞对方是很好的女孩。 陈子强与陈以仁已稳定交往三年,他表示两人感情,工作都非常稳定,就连和准岳父相处也十分融洽。 目前双方已经有结婚共识,但不考虑生小孩,陈子强笑说,我现在做公益任养很多非洲儿童这样很好,不用生了。 至于何时办喜事,他则保持一贯的低调,笑笑表示,真的还没计划,只是有共识会往结婚的路走。 至于前妻傅天影,陈子强则以八个字回应,和平共处,互不打扰。 太恭喜了,希望两人离婚后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,陈子强真的是个很棒的好男人呢,快把文章分享出去,一起祝福他们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